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又开出了两串花 之前是用桃栗种植 一直种植在室内 4月份给它换植料的时候就换成了树皮 对了一点点的盆土 然后就把它放在室外 一直到现在 它连续开花的原因 我一直想了很久 应该是这两点 第一是温度 自从给它换了植料之后 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室外 今年我这里的气温非常的酷热 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是90多华氏度的高温 最近连续三个星期都是110度以上的气温 之前几年都是一直种植在室内 是不是换了一个环境 外面的酷日天气更适合它生长呢 它也像其他的兰花一样 开完花之后 很快就长出了新的芽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是它一开完花 然后马上又长出了花芽 在制科兰花上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种植在室外 气温非常的高温 空气也非常的干燥 所以每天都会给它浇水 施肥方面也没有给它施过 其他的兰花专用肥 在五月份左右 我开始用洋葱水来代替肥料 给它施肥 每个星期用一次 网上的资料说 洋葱水对植物的掌心 跟醋花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 浇了洋葱水的原因 从五月份开始 我室外种植的兰花 都是用洋葱水代替了肥料 我就想看一下 用洋葱水代替肥料的效果 会是怎么样 等到秋天 兰花开花的季节 就会知道洋葱水 对植物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